今天我们去跑山跑越野啊 穿这双这个是一个越野跑鞋 底下你看这个疙瘩子很多 这鞋穿起来很不错 擦点防晒霜了 我们准备今天要去好好的晒个太阳 东西准备好了啊 大家好 今天是4月2号 现在时间是12点 每次到周末做一个长距离行员 还是往这个西山方向跑 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 今天我们准备要爬一个山 就是在西山上试着跑一下 上次在那边发现了一条小路 就在那个收获山隧道右边 我们今天过去好好的探一探啊 刚好也算训练了 好一会儿见 好我们把车停在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的路线是从这个 紫阳湖中路这个停车点 走到这个西山 然后我们带了这个越野跑的背包 里面背着水 还有一些稍微有些补给 温度现在也比较凉快 阳光不错 今天很适合跑步 我们开始 我们争取在西山上面跑 今天这个越野跑了 就这样开始了 也算一个小小挑战吧 在这个融合北路上面 看到这边就是西山 山脚下的房子 远处就是西山 这个小狗狗真可爱 手表提示啊 每三公里补一次水啊 融合南路 从这边我们等会儿上西山 现在这个坡度还是有一点大 我们马上就到西山脚下了 这边有好多卖水果的 还有这个地方是叫天丽花园 是一个住宅区 然后我们从铁门的那个缝穿过去 就可以进到这个西山里面了 穿过来了 没想到这么小的缝 但是因此被我挤过来了 人速点还是有好处啊 越野跑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速度 主要就是要享受这个跑步的乐趣 强度可以低一点 哇 开始船了 左边可以看到我们上次 跑过的一次 上一集里面 这个叫石火山隧道 这穿越西山的一个隧道啊 然后上次我们在这发现了这条小路 今天我们去探一下 越野跑的这个要领就是 前江照地 加大呼吸 人要直立一点 哦 激动的 心颤抖的手 这个感觉 对心肺还有这个腿部的压榨非常强烈 虽然还没有到底啊 但是现在这个风景已经足够壮丽了啊 在我这边呢 这个就是 两个这个水库 这边就是百鸟湖 先在这欣赏一下这个风景给大家拍拍啊 看完以后然后咱们到这个山上面沿着这个山 跑一下 好 好 继续上吧 那边就是红颜水库了 诶 你好 你是过来跑山的 我过来跑山来了 你这是堆什么 垒墙 垒墙 干活面是啥自己堆着玩 堆着玩 骑摩托车上来了 谢谢啊 先过去 这个大爷还是很厉害了 骑摩托过来的 沿着这个路跑就行了 山上还是有点冷 风挺大的 有点下坡 这个月月跑太爽了 这个路不错 爽的很 在我身后居然有骆驼 在山上面 我一看地上 跑着有些屎 不知道是哪来的 居然是骆驼 之前在前面的 活泉水库那 有人养着骆驼 第一次见 没想到骆驼 能爬到山上来 太厉害了 这个骆驼大哥 看着我肯定都很郁闷 说这个 人类怎么跑到山上来了 还好他们比较呆萌 完了 我不会进入到 他们的领地了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六七八 九十 还有十个骆驼 哇 这个月月跑真的是有惊喜 山上没想到 还有小洞可以看 非常友善 好 我们告别骆驼大哥们 我们继续跑 这个可能就是骆驼刺吧 怪不得喝骆驼呢 骆驼刺 骆驼过来吃刺来了 可以看到那个湖 很漂亮 在这个西山的 差不多是山脊的位置 那边是湖 那边就是西山下面的城市 底下的应该是西雅图小镇那块吧 有人打得出来 Jul点 这里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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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一个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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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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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歇会儿喝口水 给你看看我现在的位置 恐高的可能受不了 又到山脊了 这条路太好了 真正的是山脊上的越野路 不过在山脊上的越野路 终于填着了 他们那些搞越野跑的人的快感 就是跑的时候 因为你要不停的转过平衡 控制 要集中注意力 所以是用非常爽 山上空气还好 大口的呼吸 现在开始下坡了 还是一样 前脚找地 控制呼吸 用手掌握好平衡 还有什么石头倒一倒 还是容易进去 阿迪达斯的Teyrex Racing这双鞋 累了大功 果然这个跑山路 还有这个越野跑 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装备 看这个钉子防滑的 因为主要是有土和沙子 还有石头 所以防滑特别重要 而且这个包裹性很好 所以说如果说你穿一般的跑鞋 我觉得这种很容易就摆脚 所以一定要穿这个专业的装备 好 我们现在继续出发 越野跑的话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跑步 它是个全身性的动作 因为你跑的时候 尤其是下的时候 双手要张开 控制平衡 然后施加力量 往下的时候 说往上抬 这样子落地 这个冲击力就会小 还有就是下坡的时候 一个需要技巧 还有需要胆量 穿了一个小嘴套 让血液回流 肌肉就不会 不太容易那么快疲劳 现在本来是个正常长距离 行李日 22公里吧 突然那天看到 就吃一下跑山 啥感觉 真的太爽了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越野跑和普通的跑步 完全不一样 我们到时候上这个省道 然后再绕回去 同志们 太好了 安全穿越 从那个石火山隧道那个地方 一直穿到这个省道这 爬上了一个200米 说过多多 这也是第一次经验 我们剩下的路 沿着省道 绕一圈回去 十几公里 这块就是红颜水场了 上次的小溪 右手这个就是乌鲁木齐的红颜水场 水库在这个山里面 远处万神大桥 万神大桥 底下的这个景色 还是不错的 二是阿麦龙乐园 乌鲁木齐的一个游乐船 看到那个大摆锤 还是有人在坐 白鸟火奥特莱斯 紫阳湖路上了 离我们的那个停车点越来越近了 马上结束 现在已经20公里了 就快到了 加油 到了 21公里太不容易了 终于跑完了 山地的这个越野跑 真是受不了 大腿明显这个乳酸堆积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 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 就点个赞吧 我会持续更新一些在乌鲁木齐跑步的一些视频 争取把乌鲁木齐或者周边的逛完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